中央政府一定会全力支持香港 说中文请中国演员演出 六年前好莱坞大片变形金刚四 为了迎合中国市场 三分之二的场景都在中国 上映后果然很少中国电影票房 荷包赚满满 不过未来这样的情况恐怕难以再出现 美国司法部长在16号一场演说中 批评美国企业为了短期利润 屈服于中国的要求 他直接点名好莱坞 为了中国市场进行自我审查 同时批评科技大厂Google 微软等 同样屈服于中国 成为中国影响力的马前竹 除了向企业施压 据传美国政府正考虑 针对中国共产党寄出旅行禁令 限制范围从中共高层官员到其家属 如果一旦成真 将会有高达2.7亿人受到影响 事实上美国在军事上 也不断对中国施压 15号有个推特航空账号 东京雷达指出 标号A164C6的美国飞行物 飞进台湾西部海域 直接冲入中国领空 贯穿浙江地区 由于飞行高度约15000多公尺 飞行速度达1852公里 因此被怀疑是美军的高空侦察机 但如此入无人知境的方式侦察 却没有中国官方抗议 也相当令人好奇 东升新闻综合报导